欢迎收看这样车来梗静来学超能力 AI旋风还是持续延烧 加上最近会大执行长黄仁勋又来台 让这波热潮是越烧越旺 而黄仁勋在周日晚间是在台大体育馆发表演讲 就分享了AI时代如何带动全球新产业革命的发展 而演说开场这个背景萤幕真的是超级吸睛 他是大售了98家回答供应链合作伙伴的logo 围绕台湾的图让很多人大赞 看得出黄仁勋真的很爱台湾 其中这些logo因为真的太多了 其实包含了台积电鸿海广达等40多家的台厂供应链 而整个演讲过程中黄仁勋提到了很多次台湾 也提到了台湾是AI的起点 我很高兴来台湾 台湾是我们非常珍贵的伙伴的集中地等等的话语 听得让人振奋 也让昨天台股也因此是大涨 所以外界就很期待未来AI的更多应用 不少科技大厂也持续看好相关的发展 像是科技八巨头 包含了英特尔 高通 Google 合作 华硕 还有广达 友达 光宝 八家海内外的重量级大厂 都齐深看望的是AIPC 首先带您看看是合作的部分 合作的董事长童子贤 他说说看好2024是AIPC的元年 将为整个PC的产业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而且会带来新的生命 至于友达的董事长彭双浪则说了 AIPC就像是工业电脑一样 将AI的应用可以延伸到各行各业 至于华硕的共同执行长就认为了 这一波的AIPC对PC的架构 特别是生成是AI人机界面的部分 将带来一次更革命性的发展 另外再来看看到 英特尔的副总裁就提及了 未来AI的相关应用将无所不在 重点是在各行各业中 会发挥重要的功能性 所以预期随着AI的工作量需求增加之后 所以会将使这个半导体产业 在2023年的时候 达到了1兆美元的市场潜力 至于在高通的副总裁 他就指出了 他其实认为了 这个生成是AI将是未来 在跟装置互动的最新界面 但由于生成是的AI将会越来越复杂 所以未来将进入的是 混合式的AI时代 最后广达的部分 广达的副总就是提到了 在软硬体的整合共同发力下 所以认为这个AIPC的这股力量 应该会很强大的 继续的是往上来成长 简言之 以上这些业者是涵盖了 晶片 软体应用 还有品牌 代工 以及关键零组件 从产业的最上游到最终端 一致看好的是AIPC 预料会带动科技业的新一波浪潮 所以接下来要跟你讨论的是 台北国际电脑展今天要登场 有望助攻哪些概念股 同样是看好跟AI相关的吗 我们把时间交给分析师陈坤仁 受惠AI浪潮 史上最强的Computex展 共计有包含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AMD苏之锋 Intel 基辛格等九大巨头到齐 论坛演讲主题方向 也将指引未来AI产业的发展重点 其中黄仁勋更是提前来台 美式地图加上固装的行程 显示本次Computex展 和台厂供应链的重要性 本次Computex以AI串联 共创未来为主题 聚焦人工智慧运算 前瞻通讯 未来移动 沉浸现实 绿能勇创及创新等六大议题 展示最新的科技和发展趋势 并召开论坛 台股盘面上可以看到 三大族群已经领先起掌 第一 AIPCNB 在历经景气处底回升 库存调整尾身 搭载NPU神经网络处理器的AIPC 让生成式AI功能更强 而且价格较传统桌机和笔电相差不大 有机会让PC迎来升级换机潮 AIPC如华硕 技嘉 维新 宏基等都将展示新品 这些相关股也都是具有获利和殖利率保护 逢低首吻月季限时可以留意买点 第二 机器人 回答在GTC大会展示机器人之后 所罗门受到题材优势变成领头羊标股 其他如广名 宏准等具有集团资源优势的机器人概念股向上比价 但这个族群要留意短线涨幅一大 还没有看到基本面支撑之前 不宜过度追价操作 第三 是AI伺服器的升级 由于GB200伺服器功耗较高 也让散热规格升级 正式进入水冷散热时代 领头羊双红 齐红 股价创下历史新高 代表趋势的形成 只是因为股价较高 让中低价的散热概念展开补涨行情 广运 万债 立志 太硕等 这些股性比较活泼 而且话题性多于基本面 因此还没有看到实质的营收获利贡献之前 Tosman还是稍微停看听 跟着法人筹码找好股 例如时序即将进入投信纪理作章行情 可以看着投信任养搭顺风车 另外自驾车的技术导入 去年的Computex展 联发科和辉达共同宣布合作之后 联发科也在今年的辉达GTC大会中 推出全系列自驾车用晶片 预估本次Computex展上面 也会有更明确的产品时程 车用也将会是Computex的另外一个彩蛋 因为导入深层式AI 可以让自驾车和车联网技术更加速落实 工研院预估 车联网未来数年的年复合成长率超过50% 无论是产业规模和成长动能 都高于其他AI次产业 也将为台股电动车自驾车相关的社会股 带来基本面和题材面的利多 相关个股可以留意 起机 先进光 打发等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